好 我們現在來用一個動畫 跟你探討我們的福利的狀況 探討福利的情況 它怎麼一回事 怎麼蹦來的 它跟什麼東西有關係 好 來 這邊呢 這邊 我們有一個紅色的東東 現在放在議題裡面 我們想看看它的福利怎麼回事 我們就把它東東拿掉 改成 這都是水 這全部都是水 就是原來的液體 原來的液體 都是原來的液體的情況 那麼這個藍色的東西呢 有受到一個重量向下 對不對 有受到一個重量向下 那因為體在這裡不動 所以它有一個什麼東西 它會有一個福利向上 它有一個福利向上 因為這樣還會保持平衡不動 現在都把它拿出來變成液體 所以原來的這個形狀 同樣形狀的這一塊 的液體 有受一個向上力 還受到一個向下力的重量 還有一個向上力 就是所謂的福利 福利 OK 那就是所謂的福利 而且我們知道兩個要怎樣 一樣大 這個福利就是這一塊的重量 就是福利就是這一塊的重量 這塊就是所謂的排開的液重 這塊就是所謂的排開的液重 排開的液重 所以福利就是這一塊 排開的液重 所以福利就是所排開的液重 OK 然後 排開的液重 我們就把重量換成質量 那就變成體積乘以密度嘛 就是排開液體的體積乘以液體的密度 就是把重量換成質量 反正地球上兩個都一樣大嘛 就直接換過來就好了 OK 就是我們等到我們公式的來源 福利一定是排開的液重 排開液體的體積乘以液體的密度 好 然後把這個換回剛才的紅色那一塊 就咚咚在那裡 它有受一個福利向上 對不對 它本身呢 也會有一個重量向下 那它是不是就會減少 所以就減輕了重量嘛 所以福利一定是減輕的重量 一定它所謂的 原來500 後來水裡變300 就福利就是200 就這樣就好了 OK 就一定是減輕的重量 好 我們就知道我們的公式就這樣碰來了 然後呢 那我們去算的時候就發現 重量也把它換成質量就是體積乘密度 那就是物體體積乘物體密度 就變成物體的質量 也就是它所謂的重量 那福利就是排開一體的體積 現在就整塊 就是那一塊嘛 就原來同樣一大塊 提升它密度 那你就發現呢 哦 如果會浮起來 就表示福利比重量大 來看看公式一寫 哦 原來 液體的密度大 它就怎樣 浮力就大 它就會浮起來 往上浮起來 因為向上力量大 它就往上跑 好 那如果 所以 物體密度小 液體密度大 它就會上浮 它就會上浮 剛才問各位的問題 什麼時候會沉 什麼時候會浮 是來自哪裡 密度 密度 那如果倒過來 如果我的是 重量 比較重 浮力比較小 寫公式一算 消一消 哦 原來液體的密度 比較小的話 它就會怎麼樣 沉下去 它就會沉下去 它就會沉下去 它就沉下去 它就沉下去 所以 物體密度大 沉下去 液體密度大 浮起來 就浮起來 浮起來 OK 那如果一樣呢 剛好一樣呢 就卡在不動 就可以擺在任何位置 都可以 都可以 就一樣 到處都一樣 到處都可以擺 就沒有差別 OK 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的探討的結論 探討的結論 就任一個位置 OK 了解嗎 了解 好 好 所以 根據這個探討的動畫 除了了解我們的公式哪 供來的之外 我還可以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物體的密度比較大 它就會沉下去 物體的密度比液體小 它就會浮起來 如果兩個一樣 就是可以擺在任何位置都OK 什麼樣都可以 在中間的地方都可以 就是我們根據我們的這個動畫探討得到的結論 希望你能夠理解 那你就公式就不是死背了 你就靠理解就知道公式就應該長成那個樣子 福利一定是所減輕的重量 空中的重 減到液體中的重 福利一定是排開的液重 排開液體的底積乘以液體的密度 請你把這兩個公式記好 那麼動畫顯示它怎麼來的 再來就是這件事情 物體密度大會沉 物體密度小會浮 把它記好就可以了